出埃及记第35章 摩西召集了以色列全体会众,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吩咐的话,要你们遵行 六日要工作,但第七日是你们的圣日 要归耶和华为休息的安息日 凡是在这日工作的,必须把他处死 在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任何的住处生活 摩西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 他说,你们要从你们中间拿礼物来给耶和华 凡是甘心乐意的,都可以把耶和华的礼物带来 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 造甲木、灯油以及做高油和芬芳的香的香料 红玛瑙宝石以及可以相看在乙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 你们中间凡是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吩咐的一切 就是做帐木 帐木的棚罩 帐木的盖、钩子、木板、横栓、柱子 帐木的座 柜、柜杠、施恩座 遮盖至圣所的蔓子 桌子、桌子的杠 桌子的一切器具 陈设柄、灯台、灯台的器具 灯盖、灯油、香檀、香檀的杠 高油、芬芳的香 帐木门口的门帘 樊祭檀、檀的铜网 檀杠、檀的一切器具 洗灼盆、盆座 院子的尾子、尾子的柱子 维子的座、院子的门帘 帐木的钉子、院子的钉子 以及这两处的绳子 在圣所供职用的彩衣 祭司亚伦的圣衣 和他儿子供祭司职用的衣服 以色列全体会众从摩西面前离去了 凡是心里受感、灵里乐意的都来了 他们把耶和华的礼物都带来了 用作绘墓的工程和绘墓中的一切使用 又用来做圣衣 凡是甘心乐意的 不论男女都来了 把金针、耳环、戒指、手串和各样的精器都送来 他们个人都把金子做礼物呈献给耶和华 凡是有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送了来 凡是奉献银子和铜为礼物的都带了来 做耶和华的礼物 凡是有造甲木可以用作工程上任何使用的都带了来 凡是心中有智慧的妇女都亲手仿之 把所仿的蓝色、紫色、珠红色线都带了来 凡是有心意又有智慧的妇女都仿山羊毛 首领把红玛瑙宝石 以及可以相看在以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都带了来 又带了香料、点灯用的油、膏油、芬芳的香 以色列人无论男女 凡是甘心、乐意 为做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一切工程的 都把自愿奉献的礼物带了来献给耶和华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看啊 犹大支派中护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比萨列 耶和华已经提名照他 又用神的灵充满他 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 有做一切巧工的技能 能巧设图案 用金、银、铜制造个物 又能雕刻宝石 用来相看 又能雕刻木头 用来制造各种巧工 耶和华又赐给他和弹之派中 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 心里有教导人的恩赐 耶和华又用智慧充满他们的心 使他们能做各种工作 雕刻的工 设图案的工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刺绣的工 以及编织的工 他们能做各种工程 也能巧设图案 使用蓝色线 脑色红色线